男人着急地跑到厕所接手 可以开门 就碰到了一只便秘十年的丧尸 阿强吓得连连后退 生怕他一激动随时喷出来 他被丧尸追到大厅 直接按在了货柜上 见状 阿湘拿起平底锅 果断拍了过去 没想到 他也被丧尸掐住了 两人眼看就要个屁 刀妹也不犹豫 拿起刀刺向了丧尸主管 只见刀妹 刀妹越说越上瘾 越刺越开心 完全不理会两人的感受 而等了姐姐好久的阿珍 也感到只能进步能出的超市 看到面前被插成刺猬的丧尸 他直接呆住了 随后 众人开始商量前往办公室的机会 阿珍让姐姐两人去找一个音响 而她则是和刀妹清理障碍物 过程中 刀妹提到了阿湘打马记录的事情 一直让她崇拜不明 没想到 阿珍却说出了实情 因为当时年终奖是出国旅游 姐姐藏了一堆标马在袖口 刀妹听完瞬间变脸了 一切就绪后 他们踢开障碍物 阿珍手持音响站在路中间 引开了丧尸群后 阿强用推车推着她 一路带着丧尸游走超市 躲在一旁的姐姐和刀妹也探出了头 而刀妹看她的眼神也开始变 他们来到办公室后 阿湘找到了钥匙 毫不犹豫地丢给了刀妹 此时 吸引丧尸的阿珍两人碰到了麻烦 他们被包围了 两人果断撞飞丧尸 接着跟上了阿湘的脚步 然而 三人来到了门口时 却被关在了外面 只见门外的刀妹恶狠狠地盯着阿湘 她说她为了超越阿湘 一直留在超市打工 每天都练习打马 但现在知道真相后 梦想已经破碎 无论阿湘怎么到前 都无济于事 而身后的丧尸也追了拐 千军一发之际 阿伟及时赶到 好在他们跑得快 在门关上的瞬间逃了出来 随后 众人返回了船上 终于可以安心地睡上一觉 可第二天一早 阿珍发现邮箱见底了 他们只能找到一艘小船 拉着大船前进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加油的邮船 却不料 刚靠岸 阿湘的丧尸男友又跟了拐 为了不给加油的几人添麻烦 阿湘开小船引开了丧尸男友 他们掉头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而丧尸群也调转方向跟随他们 殊不知 两人唠嗑时 阿湘却没看方向 一头撞到了岸边 他想重新启动引擎石 也发现打不着火 并且船体还进水了 虽然丧尸群还没跟上脚步 可两人望向窗外时 阿珍的丧尸男友却追到了跟前 看来丧尸为了吃人也开始卷了 两人本以为丧尸不会游泳 却不料 丧尸男友为了爱死阿湘 进化出了游泳技能 他爬上了船 两人只能躲在船尾用船桨反击 此时 正在加油的几人 从球哥这里得知 丧尸爆发是从一家酒吧开始的 虽然丧尸横行 球哥却说生活还得继续 加油也要给钱 没想到 他问阿珍要游费时 阿珍却说自己没陷进 听完 球哥怒了 拿起喷子就想干掉他们 没办法 他只能谎称姐姐有钱了 就这样 球哥开着游船带着他们跟了过去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正在对抗丧尸的两人 等游船靠近后 两人爬了上去 但阿湘看着死缠烂打的男友 却转身拿起游枪交到了他身上 看到此几 球哥特别开心 又能多赚一笔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 他贴心地丢了个火机过去 可阿珍把火丢向船之时 却发现柴油点不着 球哥说柴油烧得慢 只见丧尸男友踩着燃烧的脚丫 走上了游船 见状 他拿走球哥的喷子 来到男友面前果断开枪 没想到 正好倒在了燃气罐中间 眼看游船就要爆炸 几人赶紧登上小船 刚走没多远 游船就爆炸了 很快 他们来到了大船停靠的地方 因为游船被炸 球哥想要回赔偿 还拿出喷子逼他们给钱 这时 机智的阿伟看到小船里漏着水 他心生一计 拿出船要是当作给他的赔偿 就这样 球哥开走了漏水的船 虽然这主意很坑 但却很有效果 而那艘船什么时候会沉没就不得而止了 随后 他们半路看到了搜救士兵 成功来到了避难所里 就在几人体检途中 阿湘还看到了前男友秋水 他冲上前果断破了一口 然而 越安全的地方越危险 众人还没休息多久 危险再次降临 此时 众人着急收拾东西离开 秋水还问阿湘界 没见过照片上的零号病人 却不料 那人就是阿珍的男友 但他说人已经被烧没了 听到这秋水直接蒙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先逃跑 可来到半路 阿珍却看到姐姐背上有咬痕 但他并没有直接告诉他 几人登上船后 本想等待阿强两人 却不料 丧尸已经追到了跟前 突然 丧尸转过头 是阿强赶来了 见状 两人赶紧躲起来 下一秒 不得不说 阿强的枪法是真的准 打完一缩弹甲 竟然只打中了丧尸的脚 丧尸看了都不得不 跪下服输 最终 姐妹俩不得不亲自出手 可刚解决完丧尸 又来新的一批 没办法 众人只能登船逃命 而阿珍来到船舱里 看到了体正异常的秋水后 他让秋水脱掉衣服 接着检查他有没有被咬伤 但从头到脚都没有发现异常 看来丧尸病毒另有原因 健壮 他告诉了秋水姐姐背上有咬痕的事情 而且还得知前阵子城里有某个医疗实验召集小白鼠 听完 阿珍赶紧找到姐姐 告诉了他被咬的事情 还问他丧尸爆发前都干了什么 果不其然 阿湘参加了那次实验 还因此得到了一千块钱的奖励 并且实验结束的当晚 他和男友还去了酒吧 这时 阿珍想起来球哥说的事情 丧尸爆发就是酒吧开始的 姐姐还说那晚有个醉汉抢吻了他 而且姐姐那天早上亲过的男友 也是没有被咬就变异了 看来 姐姐才是零号病人 但凡亲过他的人都会感染丧尸病毒 话音刚落 船舱里的秋水开始变异了 因为他先前被阿湘亲了一次 见状 两姐妹果断把他打下船 而找到丧尸爆发原因的几人 决定把阿湘送去研究 这样就能研究出解药了 这部《丧尸》短剧第一季也到此结束 看完只能说特别的下凡 没有血肉横飞的场景 更多的则是几人在漠视下 一些离谱操作的故事 在《丧尸》片中算是小清新存在 而且剧中有很多英式幽默的桥段 属于沙雕王梗的类型 没有人性考验 无必纠结各种人物关系 整体看起来特别轻松 建议大家去看看原片 只可惜第二季的续定消息还没出来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